一贯到保光剑德曾记施工前人的遗愿 一直有的心学赔财的梦想 今天我们保光剑德不仅首办一贯到天皇学院与神威天台山道场 紧接着也获得教育部的同意承接高奉学校法人 一起来加入一贯心学的行列 推动伦理道德教育由小学一直到大学 来实现一以贯之的精神 以于2014年停办的高凤数位内容学院位于屏东县的长治乡 紧邻国道3号 从长治教育道下后仅需4分钟的车程即可抵达 长治乡为屏东县北部的乡镇 地势平坦 居南台湾屏障北大午山路下 是一个以客家为主的族群寸落 属于客家六堆中的钱堆 整体产业以农业为主 施工前人生前曾提出办学构想 积极寻觅校地 并筹办了学校出行的一贯疏远 现任临前人继任施工前人的遗志 完成学校破坏与兴建 已规划了办学进程 中程和远程的目标 目前一贯到天皇学院于近日取得教育部的准许立案外 亦重新规划将原有的高峰校区纳入一贯新学的行列中 目前新色规划的学校以国小为主 从华国民小学将预计在民国105学年来开办 同盟养正性 期望能从小培养孩童的端正性性与行为 108学年将开办从华国民中学及高级中学 国中生少年养智节 培养少年宏观之志向与节操 高中生青年养智会 培养青年真诚之热情与关怀 此三种学字合称为弥勒学员 新色的中小学特色共有四点 第一点 一贯学员概念 秉持一贯体制的作风 以儒家思想 中华文化及培养品格为主要诉求 第二点 营造生态校园 推动农耕 并灌输学生们友善环境 自然生态及敬天爱物 第三点 营造读经环境 推动读经教育 让最有价值的书来潜移默化 使文化在地扎根 第四点 社区关怀服务 让学生们能从小就开始学习关怀附近社区 做好和谐相礼的本分 保光建德新社中小学的目的 是希望能作为一贯道人才的教育养成机构 以实现中华文化及儒家思想为核心 并能培养伦理道德及生活自律规范 在未来才能作为接轨国际的养成教育 目前设定的学生来源是以一贯道的道卿为主 并且欢迎认同以中华文化为扎根教育者 并以道德培育和读经启会者 小而美 职而优 教学环境者 五欲均衡发展及环境教育者 一同加入互持 并且一贯道慈善功德会 也将讲述弱势及优秀的学生 让家长们能更放心地将孩子送来此地念书 期望所有的学生将来都能回归自然 找回真火的价值 恢复本性之自然 并且勤勉新设的这所学校 能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与精神 能成为一所培养道德典范人才的摇篮与教育圣地 因为教育是百年大忌 由一贯道米勒学员出发 携手共同迈向无限的希望 而这也是我们将共同承担的时代 孩子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投资在教育这个区块就不会错 有梦最美 愿望相随 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承担这份使命